大家早晨 到了星期五 一會兒十二點鐘 在我的YouTube 頻道裡投票 選出下個星期 你們最想我為大家重點分析的股份 今天講股事情分析 我們的講題是 美團3690成功往上突破 不過你會說 昨晚美國又明顯下跌 那會怎樣呢? 我個人看就是 這個超短期的反彈 未必已經完結 但是已經近尾升了 那就要下一點點 有些回吐才看能不能再升 所以你見到我昨天在這個 港股短籌攻略 都給了個位置 大家是 將好倉平了它走位的 大家留意一下 今天這個機會 5月31日的低位 109.2 和這個位 7月7日的低位 117.3 拉上來 這條上升軌之前 曾經 日中失守過 即intraday 失守過 不過收市的位置 又回到上邊 挺好的 因為你沒有正式跌穿 後市也是好的 還有一個好的就是 在8月14日的下跌 列口 135.9 至136.9 是被完全保回的 昨天 所以我們再向上看 看看 這個位置 6月16日高位 139.8 以及最高 是140.4 也是過了 收市位140.4 也是過了 所以這些位置是過了 既然過了 我們就不是這樣看 我們要量度一下 神奇數字 關鍵0.6 18的位 由7月31日高位 150元 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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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風 目標是140.6.8 140.6.8 是關鍵 站在上面 站在上面 相信這個位 8月4日高位 146.9 是第一個進攻目標 甚至站在上面 挑戰150元 阻力的機會 都很大 如果站在上面 我們就這樣看 如果你說 我剛才教你 將這個 指涉位 放在新陽足 新區中間位 那還有沒有其餘的方法呢 動態式推 這個指產位 或者指涉位呢 我們就有一個方法 我教你 將近日的升幅 就是剛才說過的 125.6 就升到上去 暫見高位 記住 永遠都是暫見高位 那昨天就是 144 跌下來 放在 0.382 我建議大家 現在放在0.382 因為它升得這麼急 應該不會過0.382 很多 就算是 當然這個 可以收視位計 所以日中跌穿少許 也不出奇 就是134.75 如果它再升高一點 譬如它升到這裡 畫得不好 有什麼可以移動 譬如它升到這裡 那就不再移動高一點 到時候 0.321倍 就放在這裡 它真的升到這裡 譬如它真的升到這裡 過了這個位 146.9 過了這裏 我又想跌150元 你便 又 把指賺位 放高一點 到時 0.382 就會上到139.18 它就上高一點 好像想過 想不過 150元的話 你又想跌它過 那你就不是了 你繼續放0.382 就不行了 直播都不夠 你再推上0.236 它的量度跌幅目標 143.31 到時